蔡英文總統,你到底有沒有聽到啊 誰願意讓一個白板生命死掉啊 4月19號開庭 法官已經,那個法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男生他沒有分左右手去掐女生 而且我妹在世的時候他不是死掉的 他是活的,活的不像安妮 你從正面抓他,你掐他 他就會讓你安靜的去掐吧 他是活人 然後法醫上次也講了 那個是一定是要讓他死的力道 你三到五分鐘他一定會死 這個已經在上次的開庭 法醫已經講很清楚了 法官你還覺得很嬉笑很好玩嗎 你在庭上還嬉笑嗎 你有感受到我們的感受嗎 你盼了那麼多的行安 你難道沒有去增加你的嘗試 法醫在上面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聽不懂嗎 你還有,第二件事情 一個人死了 去租屋處搬家 完全沒有半毛錢 你覺得這個不是侵占嗎 第三件事情 吳茂藤到現在開庭 從來沒有悔改之一 避重就輕 檢察官也說過 這個人連畜生都不如 比畜生還更可惡的人 他說台灣的法律 他頂多只派一個無期徒刑 他幾年後大色客色就出來了 我不曉得 蔡英文總統你到底有沒有聽到啊 誰願意讓一個白白生命死掉啊 那為什麼你還留著吳茂藤這種人命耶 我真的不懂耶 我們會請檢察官再幫我們上訴 我希望台北最高法院 能夠判吳茂藤死刑 而不是無期徒刑 是死刑 我覺得就是 台灣的法律沒辦法保護人命 就很不公平啊 現在大家殺人都不用偿命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去 殺了那個犯人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上面裝 小時候 因為這些隱隱然後就脫罪啊 他的法律真的就是 沒辦法保護人民啊